像你看我跟一些台灣的年輕人聊 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跟中國文化其實是蠻近的 先不管說 先把他搞定國保 國保我們之後談 我們先談共識 你知道嗎 像我們跟他們聊 他們說其實我們自己也覺得 我們跟中國的文化是很近的 我們幾乎也可以 然後我也知道說 我的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是從中國來的 或是幹嘛 但是我就覺得我是台灣人 但是他們有一點覺得說 我們其實也想跟中國關係也好 但是中國每一次都說 你是我的 你如果不是我的 我就要武力攻他 就好比說我跟你當朋友 我說你一定要是我的好朋友 你不是的話我就揍你 那你聽到之後你會覺得說 你不是要跟我成為好朋友嗎 那你怎麼又會想揍我 你懂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做朋友啊 什麼 你是我的兒子女兒啊 對 我們先不談 就是說 你們的想法 搞定說 台灣跟中國 不是男女朋友 不是兄弟 不是姐妹 是小孩跟媽媽的關係 小孩跟爸爸的關係 那你覺得做兄弟上面是沒辦法 只有你們台灣只有一個有資格 國民黨跟共產黨可以成功到底 打來打去 歷史上 國共兩黨 國民黨是放前面的 因為你是歷史第一位 推翻滿清的 國民黨幹的 真是共產黨都不會強制 對 為什麼國慶上面我們要 放著順中山的畫像 過去 我們是 文化傳承 正統 這是我們 一直以來的 中國幾年都是要講傳承 講正統 所以國民黨 可以跟共產黨 成功到底 如果說國民黨在 那麼勉勉強的說 我們是兄弟 但是大陸跟台灣 或者放到中國跟台灣 那不可能是兄弟的 嗯 你只有小孩 好 還有剛才那個 你那個疑問就說 因為你是小孩 所以你不聽話 我打到你屁股 是很正常的 就是 那可能台灣有些年輕人 就覺得說 你明明想跟我好 但是你還要 威脅我 如果我不跟你好 是這樣子啊 對 家長對小孩都這樣了 我習慣你好 你不可以打你屁股嗎 屁股 脱骨折子我打屁股 沒有很正常 那這樣子另外一邊講回來 那因為台灣其實 就是 以歷史性上面的問題的話 台灣其實都是 當初都是被中國 先不管是哪一個潮 反正就是被中國什麼 就是先讓出去的 要割什麼之類的 那就會變成說 就是說其實台灣長期以來 其實跟中國的政治體系 是沒有關係 先不要說 我們是不是主權獨立國 就是說我們兩邊的 我幫你講吧 台灣如果要獨立呢 它有情理上的依據 因為在中國明朝以來呢 台灣對中國來說呢 有點像個盲腸 除了什麼事 比如說 比如說荷蘭打來 我們在台灣把它搞定 然後清朝的時候 那麼那幫正式正式正家 想要那麼獨立 我們在台灣把它搞定 對 然後日本打來把這割掉 你別打我大陸了 把台灣割掉 你就是我的一個盲腸 對吧 OK 我要又要不要 就把你那方來 比如說來解決矛盾的 台灣是給我們解決矛盾的 對吧 當然用 用杜月生的話 說的可能更要殘忍一點 我算你是個尿糊 你現在講這個 又會被噴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幫你們台灣人講話 所以台灣人講你 中國這樣對我 對吧 我地段屬於你邊緣 而且不在你中心 你還把我當個盲腸 那我獨立 我有的法律依據 對吧 你不把我太當一回事 是吧 對吧 合情合理 我也說合情合理的 甚至比如說 那些滿洲 當時鬧獨立 他有的法律依據 比如說 滿洲 就是那個清朝 跑到那裡 我當時是我的地方 然後我跑到那裡 要鬧獨立 這很合情合理 本來就是我龍心之地 我組裝在那裡 我拿我祖先的地 我自家地盤 我要去獨立 有什麼不可以 只不過我建大清的時候 大家都是我的 我把它劃在一起 現在我要回到哪家獨立 很合情合理 是吧 對 你真以為是吧 不是 你怎麼又射套給我 沒有沒有 但是我想告訴你 這個東西是個鬼 怎麼說呢 我不跟你講道理的呀 為什麼要跟你講道理 我覺得我需要 你在我能力掌控範圍之內 我就不允許你幹這個事情 因為沒有講這個 就說 對吧 嗯 我知道你 你有 你有合理的 比如說 達州獨立 我剛才說了 滿洲具備了很多 禮法 他可以宣布獨立 比如抗日的時候 唯滿 他宣布獨立 但是有一點 我也只是我力量 你們滿人在我中華大地上 作為作福了兩百多年 你那塊地就賠給我們了 永遠不能宣布獨立 那地方就畫我中國版圖了 你永遠就属於我們的國民 你賠給我們了 當作你賠給我們了 我還沒把你滿身獨路殆盡了 現在算是我們的中華大家庭了 合情合理 沒有 可以吧 我說的有合情合理 台灣你好像有合情合理 但是沒有什麼的 我就是不允許 所以這又變成是說 這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